賴文貴教導 好 那我們的那個 差不多要開始了 那賴文貴教導 對眾部門來說 應該算是一個蠻新的技術 那我們今天就有請 就是周翔 帶來 就是數位寶展制服如何使用 那請大家掌聲 歡迎周翔 喂 大家好,我是周翔 比我想像中人還多 我以為大家都會去吃午餐 所以想說中午人應該比較少 可以比較輕鬆 謝謝大家來聆聽我的演講 那我們數位發展部其實從去年8月掛牌到現在 大概成立不到一年 那我們其實數位發展部有積極的導入一些 企業上比較常見的一些技術 包含Kubernetes、DayOps ZoTrust等等新的概念進來 那其實因為我們是一個剛成立的部會 那我們對這些東西其實都是 非常的想要去導入 而且我們的包袱其實也比較小 相對於其他政府機關 他們很多網站其實可能有很成就的架構 然後他們的偶核心非常高 所以沒辦法去拆開上映做這些事情 那我們會以我們手上有的專案的經驗 然後來講一下數位發展部怎麼導入Kubernetes 那是因為 但因為其實我們的專案會focus在前期 在導入Kubernetes的時候 我們如何去拆解我們的服務 然後如何將我們服務做到容器化 並且去上映 這些其實對我們來說是比較不容易的地方 而且再加上其實通常 政府專案的廠商 他們在這方面的經驗也比較不夠 所以就是我們帶著他們來做這一塊 那後續我們也會在Kubernetes上 做更多深入的研究 那今天我重點會來講 政府單位如何應該導入Kubernetes 那怎麼做會比較好 那我是我們數位發展部資訊處的周翔 簡單介紹一下 那我是我們資訊處的架構室 那負責規劃整個系統的架構還有微運等等 那我目前個人在微運的包含 Kubernetes、Kubernetes、DiOps、Zero Trust、CDN 還有一些網站的前後端的開發 那這是我的照片 下面是我的medium 可以有興趣可以看一下 我現在會把簡報公開 所以大家可以獲得這份簡報 那可能有些朋友不太了解 數位發展部是什麼東西 那數位發展部是行政院下的一個部會 那包含什麼內政部、國防部 那我們數位發展部其中一個部會 那我們數位發展部成立於去年的8月27號 那主要是負責我們國內的一些數位政策 創新跟變革 包含上面講到這些像資訊啊 資安網路等等五大領域 然後去推廣我們整個數位發展的一些政策 還有一些基礎建設 包含5G等等都是我們在負責的 那目前的數位發展部的部長是唐鳳 我們辦公室在小南門這邊 那這是我們的組織架構 我們組織架構 我們數位發展部從下面有六個詩 那我這邊是資訊處 那資訊處平常做的業務其實是 維護我們數位部狹下的網站的圍運啊 那還有一些架構上的導入 所以呢很多網站都是我們手上在維護 那我們手下還有一個數位產業署 還有智通安全署 這兩個署是負責跟產業跟政府相關的業務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智通安全研究院 是從以前叫紀府 那他們現在主改 然後改成行政院的資安院 對這個可能大家會有聽過 那接下來講到其實我們在 我們在這一年以內我們在推動這些項目 那其實都有 逐步去把它完成 那首先就是Cloud Native 我們的系統都是逐步的去把它推到雲端 其實在我們剛 掛牌開始 因為雲端相關採購都還沒有做完 所以我們一開始也是放在我們地端的機房 那我們逐步把它做容器化 然後上雲或者做 serverless之類的架構去把它做改變 所以其實我們在這一年中有改善了我們一些系統的架構 去把它推到雲上 然後並且在部內導入我們的DateOps流程 然後DateOps流程包含 從 呃 從我們政府的公務員的承辦 然後加入我們整個系統 然後再把整個網上推上去 然後再 整合 整合一些資訊安全上面的檢查 然後做自動部署 K8S的部署 或者其他serverless的部署都是 然後Kubernetes的容器化也是我們這次 呃 要做為我們國家的網站韌性的一個目標 所以呢這個非常的重要 那講到 講到網站韌性 我們在這邊有導入像CDN啊 WAV的防護 DDOS的防護 那另外還有講到我們部長非常推崇的IPFS 再來就是我們部內還有另外導入ZeroTrust 那 包含我們有做身份鑑別 設備鑑別 跟新人推斷等等的內容 好 這邊簡單講一下雲端的優勢嘛 我們這邊就是看上雲端呢 它的彈性它的高可用 而且我們在維護上我們的成本也都會比較低 那它的標準化的結構其實也可以降低我們開發成本 那還會遇到不同屬性我們可以去選擇 VM或者 serverless DB等 LOG等等的架構去選擇 OK 那講一下我們這次 Kubernetes導入的項目 那目前有我們的官網 蘇維波官網 moda.govint.tw 還有一個政府標準資料平台 還有schema.govint.tw 這個已經上限 對 所以大家可以去打打看 然後 政府 這個幫我剪掉好了 對 後面可以剪掉 不要打打看啦 雖然我們常常遭受攻擊 但有時候有扛下來 有時候 還可以 對 然後政府資料開放平台 data.govint.tw 這個預計在9月的時候會融氣化上限 然後也是在雲端上 然後還有一些我們內部的 自然 自然人評證的驗證平台 我們 目前在推廣就是我們 部內所有的驗證 全部都是用行動自然評證 那我們是整合 HLED 來做 來做驗證 所以我們HLED 其實會跳到行動自然評證 驗證 這待會兒如果有空 我可以 demo給大家看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內部的一些 管理的平台 我們都把它容器 並且把它推到雲端上 那我今天的重點 會focus在我們的官網是怎麼做的 因為官網 官網的發展其實是 從掛牌以前我們就逐步在開發 然後並且我們怎麼把它導入容器化 好 這是我們的官網 好 那官網上面剛好這次的介紹 那這 感謝大家來聆聽今天的 那明天呢 有另外一場也是由術業部 我們的民主網路師的 公民科技科的科長 那他會在明天去演講 歡迎大家去聽 對 他會講關於我們 如何導入國外的 開放程式碼並中文化 然後到台灣做開源的事情 那 簡單講一下我們有幾個平台目前在做 這個就是政府標準資料平台 叫Schema 那他會把一些 把一些資料 他的 政府的標準去把它上傳到上面去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因為其實我也不知道在幹嘛 對 但我就幫忙做融企劃 對 因為做融企劃你也不 你不需要知道他裡面在幹嘛 然後這個是 open data 這個可能大家會比較接觸到 就是如果你們有再接接API 或者去讓他資料的話 他上面都會去提供 一些 不 不只有數位部啊 就是全部政府他們會用到的 open data資料都可以在上面去找到 然後這個是我們部內自己開發的 行動資產評證的驗證的平台 就是 我們在 HLED輸入Email後 他會直接跳到 身份證 身份證進行驗證 然後行動資產評證的APP 就會推播 然後做我們的驗證 OK 欸 少一張圖 沒事 好 那 接下來講到 我們今天的主題會以官網為主 因為我們官網其實在 為而維持我們的網站任性上 我們做了很多的努力 那包含以下這些項目 包含CDN 還有靜態托管 Kubernetes 還有IPFS 那這次我們就 就會特別講到 我們官網如何做到一個高可用的網站 好 呃 不知道 在座各位有沒有是網頁開發者 有嗎 有網頁開發者嗎 有 因為我本身也是從網頁開發者出來 然後 然後再 從前端起到後端 然後再做系統架構 然後做 做到現在這樣子 那其實 很多 像很多人 大部分啦 政府機關的做法 應該都是 server-side random的網頁 所以呢 這種網頁的類型 其實就很容易受到DDO的攻擊 因為它每一次的 它每一次的request 它的後台都需要去 去處理嘛 那它的後端如果處理不下來 那我們就 我們就被打爆 所以呢我其實在協助 我們旗下某些網站 如果被DDO打掉的話 這種 server-side random是很容易被打掉 尤其是它如果後面它沒有做 Auto-skill的話 它的流量其實不用到很大 它就可以把它打下來 我就不說是什麼網站 對 哈哈 那 那我們這邊 我們這邊提倡就是一個全新的 也不是全新啦 大家應該很多都知道 就是 Static side generation 那它做法就是 我們的 我們一樣會有 我們一樣會有後端去產生我們的 的 HTML的資源嘛 但是我們把這HTML 全部都編成靜態化 然後並且把它 部署到我們靜態化的 托管平台上面 所以呢其實 大家在訪問我們的 數位發展部網站的時候 其實都是直接去連線到 靜態的托管 根本就不會達到我們家 所以你把人家打爛 的話可以打開 因為就沒有到我們家 好 這就是我們官網的 官網的流量啦 那它一個月 這是五月 它大概有 1.92次的訪問吧 然後 下一個月有 2.75次的訪問 對 然後 這個是我們 某一個網站 遭受DDoS的流量圖 可以看到它平常的流量其實都很低 然後在某三天的時候 它就突然遭受駭客的攻擊 然後駭客攻擊的時候 它就扛不下來 因為它是一個 SERVERSIDE RENDER的網站 然後就掛掉 那在以往 以往如果我們沒有導入CDN 或DDoS 防護的時候 它這邊其實就根本就擋不下來 所以我們後面有 加入一些防護手段 去把這次的攻擊擋下來 然後讓我們的網站可以正常去訪問 好 再來講 再來就直接進入我們 我們官網如何開發的一個過程 那其實 我們這個網站大概從去年3月就開始開發 然後我們數位部是8月 8月掛牌 對 所以其實我們在 我們在網站開發過程中 其實到現在其實非常不順 因為我們一開始接收到指定 並沒有說到要去做 剛剛前面講的淨太化產生 所以呢 其實 其實廠商那時候開發的方式 是用打內扣去開發 那他們就是一般的MVC的架構去開發 那 那怎麼辦 那他們頭都洗下去了 那我們就突然就 剛剛講說 欸我們需要 我們需要做靜態部署欸 那怎麼辦 對 然後我們就 一個頭兩個大 因為我們中間也是突然 收到要去做這件事情 那我們後來是用一個比較 比較棒的解決方式 就是我們自己做一個爬蟲 把自己網站爬下來 哈哈哈哈 欸這招確實蠻有效的喔 欸不要笑 因為 如果我們遇到其他政府機關的網站 他的網站的架 後面架構就已經做好了 你總不能叫他整個打掉重寫 對不對 不然我 如果叫他重寫 我可能叫他整個Hexo重寫 然後他全部靜態變出來 但是這種事情做不到 他都已經開發下去 對 喔我們這個 後來完之後是開圓的 所以以後可以看他怎麼爬蟲爬下來 對然後我們 我們會有個container 他定時去執行crunk job 就把他爬下來 大概是這樣 所以呢其實我們在掛牌之後 他就已經靜態部署完成了 然後接下來就是要導 我們會有前台跟後台 那我們後台就有導入零信任 那零信任就需要經過我們的兩階段驗證 那如果比較嚴格要進入到我們的設備驗證 他才可以進入到我們的後台 OK 那今天主題不是零信任 我就不會介紹太多 我在後面會提供發問 有興趣可以問 然後接下來在 然後在 在今年的時候 其實我們就逐步在做容器化 因為我們在容器化過程中 其實遇到 蠻多的瓶頸 那瓶頸的過程是 呃我們 有些專欄他其實一開始沒有 拆分得很細 然後他的參數用得 呃比較混亂 然後再加上 原本他打內科 他是部署在Windows上的 所以他有一些程式 他在Windows上 根本就 就不能跑 對啊我 前提講一下 我們這邊後來有要求 我們只能跑在Linus的 Kubernetes上 對 那 Windows的話 可能要去問 問寶哥吧 我不知道 對 但我們這邊 我們這邊就是 就只用Linus的Kubernetes 對 那這邊是我們中間 來回過程中 那 我們來回過程中 去把一些 只有在Windows上 可以跑的東西 例如他有一些圖形辨識之類的 這些東西都要拔掉 然後 然後 要去把他的專案 把他整個包到Linus 然後確認他Linus 跑起來都沒有問題 對 那有很多過程 因為我們的網站持續都在更新 那 這個也對我們的 融序化帶來不少壓力 因為他們廠商就持續在跟班 然後我這邊 我在幫他們打包 然後他們一直在更新 對 這邊就很困擾 然後到後來在7月的時候 我們都包好一般 Kubernetes的版本 然後可以來用 那我們後面 後面會持續的 再加入Dapps流程 去做自動化部署 的這個方向 OK 那其實我們 不只我們 再做 Kubernetes 其實我們也有 嘗試要去跟其他機關去溝通 那我們甚至可以 記轉給他們怎麼導入容器化的過程 那 遇到比較大的問題就是 政府單位其實非常依賴微軟 那 他們其實都是Windows Server 來做 而且他們的開發 很多像 大部分都以Dannet為主 在政府單位我看到最多 應該都是Dannet 跟PHP 為大眾 然後再來 次之可能是Java 對 後面其他就比較少見 那其實像很多 比較早期開發 都送Dannet Frontwork 那他根本就沒辦法包成Kubernetes 他沒辦法包成Linus 那 你就必須請他先改版 先改版升成Dannet code 我們再把Dannet code 包起來 然後可能會遇到重重的關卡 因為他只有微軟可以跑 然後最後才可以把它包起來 去執行這件事情 對 然後再加上 但其實我們接觸過的廠商 大部分都沒有做容器化的經驗 甚至沒有用過Dark的經驗 對 這很常見喔 這不要笑 欸 在座用過Dark舉手 看一下 你們怎麼都不來接政府的案子 對 我覺得這很重要 就變成是 我們必須先教他們說 喔你們要先學會Dark 那你Dark 你Dark Compose包好 那你在 那你知道怎麼 那你知道怎麼去切分你的服務 你的Value又掛出來 那我們接下來就可以把它 把它轉成Kubernetes喔 對 所以呢就 要亦步亦趨的 我們來做這個案子 然後再來就是要帶入Dark 文化去取代 取代傳統公家單位的做法 不知道你們對傳統公家單位 上版 你們是怎麼想的 我們要怎麼上版一個程式碼 到我們的 server上 通常啊 通常啊通常都很多paperwork 例如我要做個版跟單 版跟單 然後要提供一個檔案 然後寫說 喔我要把這個檔案複製到哪裡 然後請你去做這件事情 然後請你在附上 相關的檢核表 證明你的 code是安全的 之類的 然後層層關卡 好 那終於都申請完了 然後接下來承辦人 就會說 好那我幫你copy到 server上 所以就用人工的copy 把水分解插進去 然後把它copy進去 好 通常是這樣子的流程啊 好 那就完全沒有Dios的概念 然後就會造成什麼事情 喔有些 有些 有些承辦單位就根本就不知道 怎麼進行Windows server 幫你copy檔案 那 如果你是Dios server更慘 因為他根本就不會下指定嘛 所以 就變成 很多人就直接叫廠商來幫你做跟版 好那廠商跟版 會發生什麼事呢 就是 他做了可能 做了什麼事情 其實你也不知道 而且我們還遇過 有人不小心把檔案刪掉了 然後 服務就壞了 然後廠商就跑路了說 欸 周小人怎麼知道服務怎麼壞 我說我怎麼知道 我又沒有進去 然後他們進去才發現 喔原來是他把東西刪掉了 對 這就是我們沒有 我們意識到沒有導入Dios 很嚴重的地方 對 所以呢 我們這邊在做Dios 其實不只是要做 Kubernetes上面的Dios 這個比較好做 那我們連VN上面 我們都有在 逐步的去導入Dios的流程 要去做自動化 然後做一些 我們檢核的一些規定 然後對政府單位來說 其實我們遇到最大的問題 都是職安上面的集合 包括我上面列這幾個 要ISMS它的規範 那要有VANCE的檢查 然後要有SARC的監控 然後你去安裝EDR 你的SERVER需要符合GCB 大家可能不知道上面是什麼 應該只有政府看得懂 然後 然後你要安裝防毒 這些他都是 為了符合那個 支通安全法 然後我們在政府單位 要去做這件事情 那其實這些會反而造成 各個政府單位 其實他們不敢去導入容器化 因為他不知道 你這些東西要怎麼過集合 那我傳統我VN 我知道怎麼做 那跑起來沒有出事 那如果我導入容器 這些東西要怎麼解決 出事我要負責 所以普遍上政府單位會比較趨於保守 不太 不太 不太導入容器 但我知道有些單位 其實他們也非常的 克服這些問題 然後也導入容器化 所以呢我們數位發展 不希望 我們成為一個 好的best practice 然後來 告訴大家 欸其實容器化是可以的 內部合規也是沒有問題的 我們會做給大家看 好 那接下來後面講一下我們官網的一個架構 那我們官網進來一定都會過CDN 然後剛剛前面就講到 我們有做前端的靜態的托管 然後再來就是 再來就是我們官網還是有個API 對 那我們API功能主要做什麼 我們API功能主要是做 假設你有些搜尋嘛 你在搜尋總部可以全部放到前端搜尋 那你前端應該慢到炸 所以我們有一些搜尋的API 還有一些表單的フォン的東西 還是會放在 還有一個API去做 就沒辦法包成前端的 他就會做這個API 對 那其實對我們來說 我們已經盡量減輕 我們官網上會使用到API的狀況 所以就算 有駭客把我們的官網的API打爛 大部分user應該都會發現 他可能就發現為什麼不用filter 對 可能會有這樣狀況 但我覺得這個狀況都比較輕微 至少 我們官網還沒有壞掉 所以其實我們 我們 我們這樣設想是 其實我們的前端 我們找到一個 讓他不會掛的方式 那我們的後端 也要去想到一個 讓我們的官網的API 一直維持一個高可用的狀態 所以呢我們才在這邊導入Kubernetes 好 那再來就是 ZEOTRUST的部分 ZEOTRUST我們官網的後台 其實大家 我們走ZEOTRUST外 我們的連線進來就是走Internet 所以大家知道我們的網址就可以進來 這可以公開嗎 好 不要公開好了 對 好 那就會連到我們官網的後台 OK 然後再來講一下我們的Kubernetes的架構 那 簡單講一下我們 我們這邊包了幾個容器 這邊有一個像我們有一個Chrome Tab 它會做一個靜態的產生 那產生完的code 它就會直接Push到Github上面 所以它Push到Github上 是我們已經編完的檔案 這個 這個專案是開源的 我後面會提供 然後再來我們做靜態的托管 我們靜態托管是放到Cloudflare page 而不是放到Github page 對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的Kubernetes 有一個官網的後台 有一個API Server 然後並且我們 我們整個專案是放在GCP上面 所以我們還有用到 我們的Storage是用CloudStorage 然後還有它的Cloudseeker database 來圍運我們整個服務 好 後面是一個比較複雜的架構 因為其實我們官網 不只這幾個容器 大概會有這幾個 這幾個排程 有七八個容器要去處理 所以還有一些名義信箱啊 那還有其他Chrome Job做靜態化 這就是一個簡單的示意圖 對 所以我們裡面有很多的 很多的服務需要去run起來 對 這個部分後面都會開圓 我們整個專案會開圓出去 但要給我們一點時間 我們要整理資料 對 然後再來就是前面我們的架構 我們前面架構 全部都會過這個 C牌的CDN 然後 然後做 我們在上面做前端的部署 然後我們的ZioTrust也是用他們加的 那我們後面的服務 在Kubernetes都是佈在Google上面 OK 那這就是我們布起來的 布起來的GKE 就有很多個container 然後去做這件事情 OK 再來就是我們也有用到 我們在講secure的部分 我們 我們有用到它的artific registry 去幫忙我們做一些CVE的掃描 它就會告訴我們 有哪些重大的或者 重大風險的需要去解決 所以 所以 我們等一下好了 我們台科大中生有點奇怪 好 接下來其實我們 就會講到一些弱點掃描的部分 就是我們希望把這個弱點掃描的部分 直接融入到我們DayOps的環節中 因為傳統上大家 通常公家單位在每個版本上版前 都會請他們做一次弱點掃描的報告 但可能它在後續的每次的小型的跟版 就不會再提供了 所以甚至它可能過了一年後 某一些 某一些版本它已經變得不安全了 那 那其實也沒有人知道 所以我們希望透過我們的DayOps流程 把它整個納進來 那我們之後會建立一個通報的機制 然後去請每個專家都要去改善這個項目 OK 那這是我們DayOps的流程 我們DayOps是選擇微軟的Solution 叫Azure DayOps 那它用起來其實蠻像GitLab 因為我以前也是寫GitLab 用了就覺得 喔它還蠻好用的 然後它的腳本 其實也都蠻通用的 所以呢我們就會在上面去建立 我們自己的DayOps的腳本 比方說它下面這個是我們部署到 我們Staging的環境 包完布上去 然後還有上面的 包完布上去的Production 我們就可以去上面去建構自己的Pipeline 那這個Pipeline其實 這個Pipeline其實是可以跟我們的 現行的流程去進行一些整合的 那這個整合的過程 比方說一般來說我們都要 都要遞單 然後給某個承辦人 承辦人同意或者上面的科長 或者長官同意 他才可以在布板 那其實我們就可以在Azure DayOps上面去做 就是要等長官同意 他上去做按了部署 他才可以去做部署 去跟傳統的做 紙本的部署 做出一個區 區格 然後在上面我們有一套叫Mainboard的軟體 那他會 對層次碼進行掃描 那他就會告訴你有哪些critical 哪些有high的 的一些風險 那下面這些像這邊就是一些 版本叫你去更新 通常他就會建議你要怎麼做 所以我們這些都會去納入評估 然後去經常進行改善 好這個是我們之前用的另外一套叫做New Vector 這個我覺得他掃的東西比較仔細 那他也是安裝在Kubernetes上 那他就會 他就會掃描不只包含你的AP層 然後還有你的 你的 你的OS上面的一些漏洞 他全部都會幫你抓出來 並且列好 對我們透過這套軟體也列出來蠻多 蠻多項目 而且他也會告訴你哪些是可以改善 然後你要升到哪個版本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也會 直接匯出向這個報表 然後就直接寄給廠商 所以要請你改善這幾個項目 那當然 其實不一定是每個都升得上去 因為廠商也會反應說 他這個版本就一定要鎖 他就一定要鎖在這版本 你上去他就壞掉 所以呢我們就會跟他評估說 欸這個是不是 必要性要去調整 要是否要改善 OK 那這套是開源的 所以大家可以去下載裝裝看 好 最後講到我們 網站韌性的最後一塊叫IPFS 我看明天好像有一個Kubernetes講這個 也要講IPFS 對 那IPFS其實它是一個分散式的檔案的儲存 那相較於 相較於下面這個圖 它的 我們提供一個server 讓所有的HTB流量都可以過來訪問 那在IPFS上 其實每一個 每一個節點都可以提供網頁 所以就類似一個BT的概念 所以我們的 我們的官網 我們的官網也提供另外一個備援的方式 我們可以用IPFS進行訪問 所以呢其實我們 我們設想是這樣 就是我們 靜態做前端部署 動態用Kubernetes來做 然後再有一個備援機制 是用Web3的IPFS來做 那詳細做法是這樣 我們一般server也會把 我們一般server也會把 我前面有講到嘛 我會把靜態資源 上傳到Github上 那它就會部署到配局上 那另外一條 我會做另外一件事情 它會上傳到 叫一個Pineta的IPFS的節點 那這時候 它上傳到Pineta的節點後 再同時去修改它的DNS的紀錄 那這時候它就知道 它會用到哪一個最新的我們的網站 那這時候我們在用Cloudfair 去把我們的Web3掛起來 所以你就可以 我們同時提供 進來配局的服務 也可以同時在Web3上去訪問我們的網站 那這邊就是 你從我們這官網 就可以看到我們的網站 那我提供一個IPFS的link 你會發現 它這個是在IPFS的上面 或者你用Bluff瀏覽器的話 你打IPNS moda.jtf 也可以去訪問到我們這個網站 它就是 它就會讀取到你的 你的IPFS上節點 可以下來到我們的網站 都可以去存取 OK 那其實 Costcard是開源人的攝取嘛 其實我們 我們也是致力於在發展開源 所以我們官網之後 也會開源出去 那包含我們在年底 應該還有另外一個專案 叫Open Data Data.jt 前面講到這個也會開源出去 所以請大家敬請期待 OK 好我今天的分享大概到這樣子 我留一點時間 讓大家可以提問吧 有沒有人想提問的 大家有問題嗎 請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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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你們現在就是 附近新的網站 做某個計畫 那你們對於舊的 假設有其他部會 他們要把官網做某個計畫 你覺得 大概會花幾個小時 你說 你說 你說旅遊身上花多久的時間喔 那首先其實我們已經有 有找幾個部會來開會過 然後去討論 去討論他們官網是不是可行 那如果在技術性上 覺得是可行的話 那對方有意願的話 我們就會來做這件事情 那以我們官網自己為例的話 因為他前前後可能要改一些部分 我們至少自己也花了一年時間左右 去做這件事情 從我們 我們一開始也不是為了容器化 也沒有做進入到部署 然後完全導入 導入過來的話大概需要花一年 對 那如果他們的 有些官網他設計可能會變更複雜 他可能跟其他系統 那種解決這個就要另外再去盤點 因為他必須把這些功能都去切開 好 欸 請說 我想問一下 當初為什麼 我想問一下為什麼 你當初選擇用爬蟲的方式去做靜態化 因為會有那種動態的 catch的機制 譬如說 透過header的catch control 然後你中間做一個release 去做一個緩衝啊 或是 或是 cloudfair應該也可以做到類似 譬如說你設定 respect your header 然後你就可以做 catch control在 cloudfair上 那你這樣 等於是你就有一份 算是 靜態的 catch control在那個 cloudfair上面 類似這種架構去處理 沒有考慮這種架構 而是選擇爬蟲這樣子 OK 剛剛講得很好 就是 cloudfair確實有一個叫web archive的功能 他 他那個功能叫 always on 就是如果你的網站下線 他會把他catch住的靜態東西 去跟你分享出來 對 那我們的考量是 其實我們的前端專案 本身就是做開運 所以本來就必須把這些 靜態資源都去把它整理起來 所以我們透過自己 鑽血爬蟲方式 然後去把它整理起來 然後到開運專案 而且其實我們做開運專案 其實要把各個 因為我們的授權不同啊 所以我們需要把 我開個連結好了 這是我們的report 我們下面其實有盤點 我們用到的各種package 然後我們本身 專案是用CC0做的授權 那我們下面還有其他 是用到MIT的license 或是其他license 我們這邊都會去把它調列好 所以呢 當初 其實當初是因為我們的網站 已經走一半 那當初 當初在訂訂的時候 他並沒有說 我們一開始架構 有討論好用這個架構 所以他們希望他們的方式去開發 我們只是後期在導入 所以這邊是一個比較折衷的方式 那當然我同意 如果我們的 我們的架構一開始就有 如果講好我們就是要做靜態部署的話 那我就會有一個更好的架構 對 所以其實我們這邊是 其實是 同時為了開源 然後還有一些整理 開源出去的資料 所以呢我們自己 確定好這些爬出去的東西 都是ok的 然後還有就是 因為裡面有一些圖片的授權是 有版權之類的宣告 所以呢我們會 也會折衷去 去做其他方式去處理 大概是這樣子 那我們再開放一個問題 怎麼跟公務員還有廠商斡旋的 我想這個很大很好奇 呃 這問題問得很好 好 我覺得 我覺得是這樣 假設你們是公家單位 公司要導入的話 首先第一個是 長官要支持 那通常你的長官 不知道Kubernetes是什麼東西 那或者不知道容器是什麼東西 他說這個要導入 要花多少錢 要花多少時間 導入後民眾會不會有感 民眾無感 我們幹嘛做這件事情 對不對 所以首先就是我們長官支持 那 其實 好在我們的 部長很支持做這個網站認信的計畫 這本來就是他要去推動的項目 所以我們的網站 認信其中一塊就是Kubernetes 那首先我們 天時地利人和我們的長官支持 所以呢你們可以先 首先 先說服你的 長官要做什麼 那通常公務員都聽長官的話 對 所以長官同意的公務員就會照辦 好 那再來講到 再來講到廠商 那廠商部分 我自己接觸到的廠商其實都不懂 那 我這樣講太嚴重了對不起 那個 廠商可能沒有了解到Kubernetes的精髓 對 所以 所以呢我們要先讓他們知道Kubernetes精髓是什麼 而且他們通常 廠商在意的是什麼 他們在意 這個東西要花多少期程 然後如果你不懂 他就要花時間去規劃 所以變成是 我們這邊為了加速書 通常是我先規劃好這個架構 我請他們去研究 那他們遇到問題可以直接找我問 我就直接告訴他們答案是什麼 那如果 如果你們 團隊是沒有知道的人 那廠商就花更多時間去捨備這個東西 而且搞不好會跟你說他做不到 對 我們很常遇到他說做不到 那我通常就直接說 明明這樣就可以這樣就做得到 你就說做不到 所以呢 所以呢他們就會被我說服 所以我建議你們 內部還是要有一個懂的人 這樣會比較好去推動 而且 如果他們越不懂 他們可能時程就會 越拉越長 因為他們就說這個要花很多時間去研究 而且確實可能很多的 很多的公司他們 他們 他們 在傳統上 VM就已經顧得好好的 喔對不起 時間到了 好 好 所以簡單來說 如果你們公家單位導入的話 我建議你們要有一個懂的人 並且 跟他斡旋好 然後 我們這些做法是 我們 我們會切 step 像 例如今天容器要做到什麼 你的電話不是要做什麼 你哪些都能要完成 並且要他們時間去完成 而且 這個事情最好是合約中要有的 否則 大家都走企業精神 合約沒有 他就說他不做 對 所以一開始最好是合約 一開始就有列進來 他要做Cubernetes要做Dial 所以你一開始的IVG 這些都要去寫好 對 建議是這樣子 好 謝謝大家 那我們的一程差不多要在這邊 然後 我們謝謝 就是再次謝謝 那如果你還有任何問題的話 也歡迎可以跟我們的講 講這就是討論 那我們這次中間是中場休息時間 那 下一個Fansion的話 會在 2.50分開始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